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是乾隆皇帝第十五子 母亲是乾隆皇帝的孝姨皇后魏家氏 也就是环竹阁阁里面那位有名的令妃 那嘉庆皇帝在位二十五年 他这二十五年当中 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就是惩治了大老虎和珅 他继位之后 以迅雷不羁言而之势 就惩治了和珅 在乾隆皇帝去世 仅仅半个月的范围之内 就把这个大老虎二皇帝和珅拿下了 这个和珅是贪污之王 很厉害 干得干净利索 史学家评价很高 但是这嘉庆皇帝 他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他认为 惩治了和珅 就万事大吉了 就天下太平了 所以他不肯对贪官污吏 穷追猛党 我们看 不肯别有株连 危在警戒将来 不复追究既往 说这嘉庆皇帝 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 对贪官污吏 他不闻不问了 认为惩治和珅 就一切风平浪静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在这种认识的执导之下 嘉庆一朝25年 他毫无作为 官场侍奉日下 那么他的昌陵 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 营建起来的 那么这种状况下 营建的昌陵 会发生到哪些故事呢 我们走进他看一看 首先 在昌陵营建的时候 就发生了两件尴尬事 第一件尴尬事 就是选风水的时候 遇到了尴尬 本来乾隆60年 乾隆皇帝 做了一件 很明智的一件事 他兑现了自己当年的诺言 就是我不再做皇帝了 我要做太上皇 把皇位交给了他的儿子 永远 也就是嘉庆皇帝 这不挺好一件事吗 但是他交班不交权 他权力并没有交给嘉庆 继续掌握着实权 这嘉庆皇帝 就是一傀儡天子 都是太上皇做主 那么太上皇笑 他就跟着笑 太上皇哭 就跟着哭 就不是一傀儡 所以正事也就罢了 这种事情 那太上皇说 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嘉庆皇帝 也认了 可是在选择风水 这件事上 那就是应该 人家嘉庆皇帝 自己做主 这乾隆皇帝 应该清楚 那组织家法就有 皇帝即位 即应选择万年即地 都知道这句话 是人家自己选择 而不是要别人 来干涉和插手 但是嘉庆皇帝 这个风水 那确实是他的父皇 乾隆皇帝 给他选择的 他不仅派出了 风水术士给他去选 而且明确规定 就在西陵选择 这乾隆皇帝 是有想法的呀 说你就得在西陵 不能到东陵 不能跟着我 就在西陵 给他选择了万年即地 所以嘉庆皇帝 曾经多次 很沮丧地 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 此基地 乃黄考 赤镇之地 说这块风水宝地 那不是我亲自选择的 那是我黄考 我父皇 乾隆皇帝赏赐给我的 多次表达 这样一种心态 所以我们看 这个嘉庆皇帝 在选择自己 万年即地的时候 就遭遇了 这样一件尴尬事 所以开始就不好 自己就当不了家 做不了主 正式不做主 但是选择万年即地 这样的事 他也做不了主 那么第二件尴尬事 就是采集建筑物料 遭遇了尴尬 我们说黄陵建筑 那要采集很多物料 从全国各地采集 砖 瓦 木 石 都要采集 我们古建筑 可不就这些东西吗 要大量采集 从全国各地采集 这些物料之中 最难的就是木料了 采集木料 那那很艰难 而木料之中 金丝楠木又最为艰难 但是没有 你有钱都买不到 这不尴尬吗 这个时候 有机灵的大臣 就会出主意了 说皇上您别着急 有办法 什么办法 在北京城就有 那些庙宇 都是用金丝楠木建的 把那庙都拆了 然后把那木料运到这个西陵 建这个万年集地 不就可以了吗 嘉庆皇帝说 你这什么主意啊 没有木料 你拆庙 那不犯机会吗 说你拆一座两座 可以说你都拆 那多犯机会呀 这个大臣说了 说这个事儿 就不是我们独创的 我们老祖先就这样干过 比如顺治皇帝建陵的时候 就曾经把这个 清福殿的这个 这个殿鱼给拆了 清福殿就是一个 道教的这个庙宇啊 这个嘉庆皇帝说可不是吗 有这样一件事 不听说过 但是那你都拆了也不行啊 说你人家就拆的是一座 清福殿 但是我要把这个都拆了 那不行 嘉庆皇帝呀 陷入了沉思 他心想 这个木料 这个虽然很关键 很重要 但是如果拆庙这些不好 都拆了不好 而且呀 这个皇陵还要装修啊 就是搞内装修 我们现在这个搞建筑 也都是搞内装修啊 皇陵更是这样 把这个殿鱼建好之后 就要做内装修 在梁坊架木之上啊 做彩画 披麻挂灰 都胡上一层 然后在外面画那种这个 红的绿的那种什么彩画 一般是旋子彩画 颜色很鲜艳 说你带好的木料 不都覆盖到里面去了吗 别人也看不见呢 所以嘉庆皇帝呀 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大家看 向来基地电雨 巨细游世彩画 木质不露以外 积一松木 未尝不可 那说这个 既然我们看不见 把它换成松柏木 那也无所谓呀 那松木就好采集了 那我们北方也到处都是 是吧 那个松木很多 采集就容易得多了 哎呦 这个嘉庆皇帝呀 讲完这段话 自己都很轻松 从这里我们看出 嘉庆皇帝 真的是很务实 很明智 在封建社会 林秦是皇帝死后 灵魂栖息的万年极壁 因此 林秦的修建 就被看作这一件 关系到国印兴衰的 头等大事 嘉庆皇帝自然对此十分重视 从嘉庆四年开始 嘉庆帝历时四年时间 精心修建 位于清西陵害军域的昌隆 可是 让嘉庆帝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在昌隆修建过程中 却接连发生了两起大案 惹得嘉庆帝容颜大怒 痛下杀手 那么到底是谁 有这么大胆子 敢如此密隆林 屡容须 说这么两件尴尬事 嘉庆皇帝呀 那还能忍受 接下来呀 发生了两件大案子 那就让嘉庆皇帝 怒不可遏了 第一个案子 就是贪污大案 贪污案 说这个皇上建领 那都是这个国家功臣啊 说敢于贪污皇上银子 那得多胆大呀 那无异于虎口八崖 在太岁头上冻土 谁敢这么干呢 那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大老虎和珅 说这个和珅 那是号称二皇帝呀 真正是一人直下 万人直上 那嘉庆皇帝 得怕人三分呢 是不是和珅给贪污的银两啊 这不是的 嘉庆皇帝建领的时候 和珅已经被嘉庆皇帝处死了 他死了 所以这个贪污银子的不是和珅 是谁呢 是嘉庆皇帝的亲戚 至亲大舅子圣祝 是他贪污的银子 这个圣祝啊 我介绍一下 他是嘉庆皇帝 孝叔瑞皇后 喜塔拉氏的哥哥 要说这个嘉庆皇帝 对大舅子是很照顾的呀 这个老丈人家的大舅哥 那不得照顾人家吗 所以嘉庆皇帝继位 就把这个大舅哥呀 给提个阁 由这个侯爵 进封为公爵 我们看 进封孝叔皇后兄 一等侯 胜柱三等功 把他由侯爵升为公爵 到头了 还不行吗 真正的是照顾他呀 而且呀 给他很多实惠的差事 比如内务府啊 公部啊 户部啊 那都是走银子地方啊 所以这些实惠的差事 让他去干 这算对得起他了 嘉庆皇帝继说 还怎么着啊 但是这个圣祝啊 这个人呢 贪婪无度 非常贪婪 他在主持内务府的时候 居然干了一件 非常丢人现眼的事情 他把人家皇宫里的 这些珠宝玉器啊 偷出来 然后拿到街上去变卖 中宝私囊 一说这件事有多现眼呢 被人举报了 告到皇帝了 嘉庆皇帝去说 我都脸红了 你缺纳花吗 这么贪婪呢 嘉庆皇帝气的 免职 给革职了 但是又一想 这事你说 必定还得照顾他 是吧 也不能杀他 怎么办呢 就把他发配了 说你到西陵去吧 给你个官 叫西陵内务府大臣 给我操持陵去 报效朝廷 为我干点事去 这是嘉庆皇帝 对这个大舅子的照顾啊 这很明显的 这别人早就杀了 是不是啊 这个圣柱去了 没想到此一去 这个圣柱啊 竟然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他到西陵之后啊 继续犯法 继续贪婪 护恶不圈 干什么了呢 有人举报他 告发他 说他在风水戒庄之内 开采石场 我们知道这个皇家风水 人家边上都有埋着戒庄啊 有木头的 有石头的 这个戒庄之内 任何人 只要是人都不能进入 只有人家保卫皇陵的卫士 可以进去 其他人 盖不许入内 为了让老百姓 给老百姓一警戒 就立上庄子啊 有红庄 有白庄 有青庄 上面写着 皇家风水进地 严禁入内 老百姓都知道吧 一看见这玩意儿 就赶紧止步了 不能在碗里面走了 严禁人在里面 挖沙 取土 采石 打猎都不行 谁进去 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老百姓就望而止步 都知道吧 你圣柱能不知道吗 但是这个圣柱 贪婪成性 竟然在风水戒庄之内 开采石场 那是多大的胆子啊 这个举报人 把这消息 报给嘉庆皇帝了 嘉庆皇帝 其实说 这小子你不要命了吗 很气愤 干什么要啊 于是 嘉庆皇帝说 这次我再也不惩罚你 你记不住 给他全部割绝割关 割了 然后 把他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 而且呀 你自己带路费去 自备辅资 去吧 发配了 效力赎罪去 那么到嘉庆十年呢 圣柱就去世了 死了 这嘉庆皇帝还觉得 很对不起这大舅哥呢 说这个死了 怎么办呢 必定死在外面了 赏给他一副都统的 副都统的这个官衔 还给了置仓费 这也算对得起 我这大舅哥了 算是照顾了他 可是啊 嘉庆皇帝没想到的是 再过三年 到嘉庆十三年 又有人举报 告发圣柱 说死人有什么好告的呀 说圣柱啊 在西陵期间 曾经贪污工程款 嘉庆说有这回事吗 人赃俱在 被人抓到了把柄 举报到那儿 贪不多少银子呢 九万两白银呢 嘉庆皇帝不相信 说我这昌陵 总共建陵 才不过二百万两 他就能贪到九万两吗 我们有证据啊 证据搅上来了 把这嘉庆皇帝弃的是 欺诈连关费呀 怎么办呢 嘉庆皇帝在愤怒之余 做了三件事 第一 大骂圣柱 骂他狗血喷头 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骂的 摄氏欺身尚在 镇臂轻微停讯 嘉以行家板则 立正行猪 就是如果他活着的话呀 我一定夹手指都给他 用猪夹了夹断手指 然后打板子 打着他血肉模糊 然后看头 这不气话吗 人死了能怎么办呢 这是第一件事 大骂他 以疏解心中的愤怒 第二 杀掉双府和贺灵 这个双府和贺灵啊 是当时啊 这个啊 这个圣柱的手下 是他的同案犯 其实是啊 这个这个是他的手下人 城市人 城办人 那么杀掉双府和贺灵 其实那就是一个替死鬼 是吧 那是替圣柱死的 但是嘉庆皇帝能怎么办呢 只有杀掉这两个人 才能解心头之恨呢 但是不能让他们就痛痛快快死了呀 嘉庆皇帝下指 先夹手指的 夹断手指 再打板子 打得血肉模糊 再砍头 受尽了罪 杀了 第三件事 惩治圣柱的家人 说你死了 这个债也让你儿子来还 让你子孙来还 这一下子 他的子孙可倒霉了 他的三个儿子 达林 庆林 丰林 和两个孙子啊 重习重恩 那可倒霉了 这个老子犯罪 让他们来承担罪责 在处置双府 贺灵的时候啊 就让这 圣柱这三个儿子 和两个孙子 跪在那看 哎呦 心惊肉跳啊 您说这个 夹手指头夹断了 再打板子 打得血肉模糊 再杀头 那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像这种皇亲贵族 谁看过这种场面呢 不行 得让他们跪着看 陪着看 吓坏了 然后呢 发配黑龙江 吉林 这个嘉庆皇帝啊 到此为止啊 心里的一口恶气 才出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嘉庆皇帝的灵寝 昌龄 在营建的过程之中 居然发生了 这么大的贪污案件 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没有想到啊 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件案子 这就是他当初 一个错误的认识造成的 你没有惩治啊 其他的贪官污吏 可不就发生贪污案子吗 草木皆宾 头边断流 风声鹤唳 这三朝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 勾勒出了一个人的大乘大落 这个人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胡坚 他曾经统一中国北方 差一点就建立起大一土王朝 但最终功败垂成 他的失败是源于性格 还是战略 还是用人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元教授 为您讲述 风云南北朝之 无间 敬请关注 按照常理 在营建万年吉地的时候 成就大臣们都会小经营 生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 林井工程很少会出现工程质量问题 可是嘉庆皇帝的昌龄在这方面 却屡屡出错 一起严重的豆腐渣工程案的发生 让心绪难平的嘉庆帝怒火中烧 那么这起豆腐渣工程案 究竟是怎么回事 嘉庆帝又该如何处理这起案件呢 那么紧接着 第二个案子就是豆腐渣工程案 你说这银子都贪污了 这银子的工程质量能有保证吗 要说的豆腐渣工程啊 在民间啊 或者我们今天的一些工程里面 听说过啊 说工程不好啊 豆腐渣工程啊 可是在皇陵里面啊 很少听到 但是嘉庆皇帝的昌龄 堪称豆腐渣工程 对嘉庆皇帝啊 不断得到举报 你看那时候举报的系统还很畅通 举报给嘉庆皇帝 首先呢 说他石像生有拼接的嫌疑 人举报了 这个嘉庆皇帝昌龄的石像生啊 石像生武士 武士 头盔上的赞英是沾上去的 拼接的 还有呢 大象的象牙的牙尖是沾上去的 还有石狮子呀 脖子上的铃铛是沾上去的 嘉庆皇帝说可能吗 啊 我给你们那么多银子 长口花 让你们来建这铃 那是万年极地 国家的重要工程 万人瞩目的工程 怎么会有这种拼接行为呢 说你这个雕坏了 你雕坏了你再换呢 又不是没给你们银子 但是举报人 人家就这样举报的 嘉庆皇帝呀 就派出了查办大臣 查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结果呀 查的 查回来之后报给他 属实 真的是拼接的 嘉庆皇帝怒火中烧 我们看怎么处置 他说呀 将该监督交部严加益处 说原办之监督商人 如是各办陪修 其该年管工 及事后未能查出之各大臣 并说查取职名 交部严加益处 他就是 罚银赔银子 然后呢 惩治了一些个大官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那么紧接着 嘉庆皇帝呀 又得到了举报 说他的这个 昌龄的电雨呀 都漏雨了 嘉庆说 这不刚完工五年吗 花这么多银子 刚完工五年就漏水了 哪漏水了 说普遍漏雨了 说神厨库 潮房 龙文梅 配电 大殿 等等 这些个电雨的房顶啊 都漏雨了 这怎么会漏雨呢 这个嘉庆皇帝和这个大臣们分析啊 说那很有可能 在建筑的时候啊 这方法不对 比如工程作法出了问题 比如说啊 他的这个对接不严密呀 这梁架呀 对接不严密呀 角度有问题呀 等等 都有可能造成电脊走散 走了 那么走散之后呢 这个雨水 下来之后 就顺着缝隙呀 就留下来了 可不就漏雨了吗 哎呦 很闹心啊 漏水了 而且还很普遍 那么接着呀 嘉庆皇帝接到了一个举报人的邮包 啊 一个邮件 举报人 给拿来了 这什么东西啊 层层打开一看 哎 是一块破碎的木头 哪来的木头啊 这个举报人 就说了 说这个木头吧 是万年几地的木头 糟朽朽的木头 我们看资料中 记得 岭木并有糟朽脱落 就说这个 电雨呀 那些的粮房架木 都已经糟朽了 都掉下来了 这块木头 就是昌陵 东沛殿的垫脚上 掉下来的 这嘉庆皇帝一听说 这叫什么工程啊 又漏雨 还糟朽 其实这是连在一起的呀 你想到漏雨了 那雨水进来 那些个木料不糟了吗 被雨水泡可不就糟了吗 而且呀 上面的彩画 也就随之脱落 这叫什么工程啊 这不就是豆腐渣工程吗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个嘉庆皇帝 由于他对官启 官厂 治理腐败这种手段 不坚决 不彻底 造成了这些贪腐行为 出现了豆腐渣工程 就把他气坏了 可是啊 让嘉庆皇帝 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去世之后 又有人糊弄了他 继续欺骗他 这个人呢 不是别人 正是他精心选择的 接班人 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啊 骗了他 在建大碑楼 这件事情上 道光皇帝 欺骗了他 那么关于大碑楼 我解释一下 这大碑楼 是俗称 实际上啊 他的名字叫做 圣德神功碑楼 就是在这个大碑楼里面 大碑楼里面 有两桶大石碑 一碑啊 刻上满文 一碑刻上汉文 这就是功德碑啊 皇帝的丰功伪迹 都刻在上面 这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 王八头石碑啊 这很重要 有了这个东西 皇帝的丰功伪迹 就有着落了 咱们就知道 这个皇帝丰功伪迹 在这儿雕刻着呢 看到这儿 就知道皇帝一生的作为 所以很关键 很重要 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啊 道光元年 道光皇帝一继位 就做出了承诺 他说 金昌陵大礼告成 应功鉴圣德神功碑 家庭皇帝已经这个入荡了 我们应该加紧建设 这个圣德神功碑 以彰显表彰 我父皇的这个功劳啊 这个道光皇帝一继位 就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上了上陵去给这个 家庭皇帝上坟的时候 也表达这种思想啊 父皇你放心 我会很快呀 建大碑楼 但是这个道光皇帝呀 说一套做一套 他说得快 做得慢 并没有 像他说的那样 马上就建筑大碑楼 他的这个大碑楼工程 从道光元年开始修建 一直到道光十一年才结束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 您说建一座建筑 你得用十多年的时间 那有多大的工程啊 怎么用这么多年呢 一般的建那大碑楼 一般的是两三年 最多没有超过四年的 而他就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这个事儿说不过去呀 这道光皇帝呀 他心里清楚 原来他力不从心 他干这件活儿啊 他很费劲 说为什么力不从心了呢 因为道光皇帝呀 正在忙一件大事 这件事就是在东陵 宝华玉建筑陵寝 再给自己建陵 那工程浩大呀 不仅有皇帝陵 还有非元寝 还有公主元寝 那工程真的很浩大呀 用掉了很多银子 大量的物料 豪银似水 这么大的工程 牵扯到了道光皇帝的 大部分精力 可不就很难吗 可不就力不从心吗 他哪里还有精力 来为父皇建大碑楼呢 所以道光皇帝 宝华玉灵寝呢 在道光七年 完工了 从道光元年 一直建造道光七年 用了七年的时间 灵寝工程 完工 完活了 这个时候啊 他才全力以赴 给父皇建大碑楼 你想可不就拖延了吗 在这件事上呢 我们看 道光皇帝 没有说到做到 有点不太厚的 家庆帝的昌陵 真可以说 是命运多传 由于大臣玩忽之寿 不负责任 昌陵经历了 贪腐大碍 和一系列 工程质量问题的困扰 在正式建成后 又进行了 围期两年的大修 这在清代的 建陵史上 稀微罕见 然而 历尽磨难的昌陵 仍不是位一座 极具特色的 清代地陵 其豪华复利程度 亦不亚于 雍正帝的太阳 那么 昌陵最具特色的地方 在哪里呢 嘉庆皇帝的昌陵 发生了很多事情 贪污案 豆腐沙工程案 包括道光皇帝 拖延 父皇的大碑楼的 工程的 这样一个事情 真的是 进入了多世之秋 但是啊 我们不要误解 说昌陵 就那么不堪一提吗 他只是相对而言 他只是相对 其他地灵来讲 略为逊色 其实啊 他还有两点 可以点赞的呀 第一 就是 昌陵的设计 非常的精深 这个设计呀 不是设计啊 不是工程人员 也不是这个 样式雷家族 而是他自己呀 出来的设计方案 我们看要怎么说的 他说呀 外事照太陵 内事照御灵修建 哎 这是嘉庆皇帝 在嘉庆五年九月初二 下达的一道御址 他说怎么建这个昌陵呢 按照这个方针来修建 那么外事 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 地面建筑啊 你看地面那些 那些个殿宇 配殿啊 大殿啊 潮房啊 神竺库等等 这些个东西 叫做外事 我们能看到的东西 按照什么修建呢 按照我这个灵边上的太灵 按雍正灵修 按他的修建 那就没错 那就不会超越呀 所谓前有车后有车嘛 按他那件 这个没错 那么内事呢 内事啊 就是地下宫殿 将来藏棺台的地方 说那个地方啊 谁也看不到 所以成为内事 说内事啊 我要照我父皇 乾隆皇帝玉灵的修建 哎呦 这个玉灵可不得了了 玉灵的这个地宫雕刻 非常的精美 举世文明 说今天我们开放了 能够看到 不开放谁知道有多豪华呀 它里面雕刻有 八大菩萨 四大天王 五方佛 三十五佛 五一共 还有三世佛 八宝 尤其雕刻了 三万灵 一百一十一个字的 梵文和藏文 有这些内容 布满了 玉灵地宫的 每一个角落 那么这个工程 可就浩大了 嘉庆皇帝 敢用这样一个工程 建灵 真胆子不小啊 那么这个 这种做法 在当时 光工程 时间 就达到三年多 我们看 答案这样记载 玉灵 写画金券课样 及券课工作 三年有机 使心挽军 这是资料记载的呀 千诚皇帝 玉灵地宫 光雕刻这一下 就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豪费了大量的国堂 很是超越呀 那么嘉庆皇帝 他敢用这种办法来做 那真是胆子不小 但是呢 嘉庆心里有底 心说我即使超越 你别人也看不到啊 你能看到吗 谁能够跑到 这个皇帝帝宫里面去看 说你超越了啊 你超越独治了 说谁能看到啊 谁也看不到 所以这个施工人员呢 挑大拇格 说这嘉庆啊高 这招好 这好事啊 都让他办了 地面照这太灵 这没问题 说地下呢 人家照玉灵的 很高 但是呢 嘉庆皇帝自己心里明白 这工程啊 那可不能旷日持久 可不能像我父皇 建玉灵那样 用了三年的时间 那不行 要加快工程进度 怎么办呢 他采取了两条措施 第一 迅速绘图 迅速画图 对画图是关键的 你想雕刻 可不关键就图纸嘛 所以呀 嘉庆皇帝就选了一个人 一个才子 叫做绵义 免义 自己的堂弟 让他来到玉灵地宫 去临摩 因为绵义很有才呀 是当时有名的大才子 书法好 绘画功织也很深 让他来做这件事 正合适 第二呢 嘉庆皇帝亲自出马 这件事啊 我得亲自去 因为呀 很有可能免疫会遇到困难 我得亲自出马 果然呐 免疫在这个绘图 临摩的过程之中啊 就遇到了很多难题啊 因为这个 你想这个地宫的这个角落 门的后面 你能够临摩到吗 那那就很难 没有办法啊 就到在石门公布那去取现成图纸 可是时间长了 难免充斥鼠咬 这个图纸也残破不全 烫样也残破不全 就是这个 烫样就是模型啊 都残破不全 怎么办呢 这个免疫报给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说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呀 我要亲自出马 他就说 这个事你别着急 要精诚喇嘛 这个这个 来办这件事 精诗的喇嘛呀 人家那个道行高深啊 人家认识文字认得很准确呀 所以 精诗的喇嘛一出场 一出来做这件事情 很快 这个难题就解决了 图纸 迅速会完 交到工程处 所以这个雕刻工程 进展神速啊 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嘉庆皇帝的昌陵地宫 就雕刻全部结束 事半功倍呀 这是第一点可以点赞的 那么第二呢 就是龙恩殿的地面啊 很精彩 说是一般的皇陵地面啊 都是用砖铺 但是因为昌陵这个大殿地面不是 人家铺曼的是花斑石 就好比我们今天的大理石地面啊 磨得很光亮啊 这个花斑石产于河南啊 很很漂亮啊 上面的图案呢 因为磨得很光啊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图案 有的像这个猪笋 有的像芙蓉 有的像绒球 很漂亮 尤其是每当夕阳西斜的时候啊 光线呢 从这个窗帘里照进来 照到地面之上啊 就会有这个千百只蝴蝶 翩翩起舞这种感觉 很漂亮 非常精彩 所以你看昌陵里面 还有这两点可以点赞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嘉庆皇帝的昌陵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多事之秋 发生了这个贪污案子 发现了这个豆腐炸工程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个案子的发生 都是由于嘉庆皇帝的 一个错误的意识 错误的认识引发的 那么他错误的认为 惩治了大老虎和珅 一切都万事大吉了 就不会发生贪污的案件了 所以他没有用制度 来约束官僚 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体系 没有制度 当然官僚 就会贪腐了 所以啊 以至于在他领寝 营件过程之中 就发生了贪污大案 贪污了九万两百银 是吧 所以嘉庆皇帝 也只有在愤怒之中 无可奈何 那么他领寝的工程质量 也只有在无可奈何之中 被降低了标准 不然能够怎么样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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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